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三个重要的财经新闻 首先中国最大的基金经理张坤表示 市场对于中国增长和企业盈利的担忧是过度的 他强调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未来十年内 人均G币提翻倍 这将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接下来香港股市在周四开盘时 以美国可能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销售而下跌 恒生指数下滑0.1% 科技指数更是跌了1.1% 最后中国餐饮连锁平台小菜园再度提交了港股上市申请 计划利用IPO筹集的资金扩展其在全国的分店网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基金经理张坤表示 投资者对中国增长前景和企业盈利的悲观情绪是过度的 他指出政府目标是未来十年内将人均GDP翻倍 这意味着人均GDP没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张坤管理的一方达蓝筹混合基金 在第二季度报告中提到 尽管股票估值低迷和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创新低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停滞的担忧是错误的 张坤强调随助生活水平提高 而人们生活质量改善 一定会有一批公司能够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实现持续增长和回报 政府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人均GDP提高到与西方相当的水平 这意味着人均GDP可能达到3万美元 张坤的基金在第二季度资产净值下降了二 而中国CSI300指数同期下跌2.1% 尽管如此 张坤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 认为高质量公司的长期回报预期仍然可观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股市周四因美国对中国芯片销售 进一步限制的担忧而下跌 偶生指数在当地交易时间上午10点下跌0.1% 至17794 偶生科技指数下跌1.1% 上证宗旨下跌0.4% 半导体制造商华红下跌2% 5比亚迪电子下跌2.9% 百度下跌2.8% 阿里巴巴下跌0% 程讯下跌0.5% 据彭博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芯片制造商 实施更严格的贸易规则 并告知盟友 如果公司如东晶电子和阿斯麦 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技术 将考虑实施严厉的限制措施 这一消息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 尤其是科技板块 台积电股价下跌3.5% 投资者也在关注中国第三次全会的结果 该会议被视为未来几年经济战略的指导方针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餐饮连锁企业小菜园国际控股 在1月首次申请失效后 于周二重新提交了在香港上市的预备文件 这家总部位于安徽同龄的连锁企业 由王树高于2013年创立 目前在中国大陆135个城市 经营驻600多家餐厅 小菜园计划通过IPO筹集最多2亿美元 由于扩展其在中国的分店网络 据悉小菜园的收入在2023年同比增长41% 6%至45亿元 净利润增长124%至5.32亿元 小菜园的上市申请正值香港新股上市申请 正值香港新值35的背景下进行 今年上半年香港交易所主板共有26家公司 筹集了15亿美元 包括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在内的潜在大型IPO 已经退出上市计划 护华永道预计 今年香港将有约80家公司上市 筹集总额约800亿港元 比之前预计的1000亿港元减少了五分之一 南华早报报道 最近中国最大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 出现了大规模资金流入 这表明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 国家支持的购买可能正在稳定市场情绪 华泰百瑞一方达和华夏基金管理的 CSI300指数相关ETF本周的日均资金流入量 均高于平均水平 华泰百瑞CSI300TF在周二录得29亿元的资金流入 前一天也有11亿元的流入 年内日均流入量为7.12亿元 市场猜测中央会金投资公司 可能是推动这些资金流入的幕后推什么 目的是稳定市场情绪 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 会议将公布未来5-10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 华夏基金管理的另一支ETF在过去两天内 分别录得25亿元和7.92亿元的资金流入 较今年的日均流入量高出许多 CSI300指数本周上涨了0.8% 显示出初步的市场稳定迹象 而此前该指数自5月以来已下跌近6% 国家队在今年早些时候 也曾通过购买ETF和大银行股票 来遏制股市的持续下跌 南华早报还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对习近平支持四营部门的宣传力度 试图将其撩绘为邓小平的真正继承者 同时回应国际社会对其改革计划的担忧 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 新华社发布了一篇仅在其海外服务上可见的习近平个人简介 称其为真正的改革者 与邓小平肩服相同的现代化中国使命 尽管西方批评者对习近平的改革承诺持怀疑态度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10年显著放缓 且北京似乎优先考虑国有企业 而非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 但新华社试图通过强调习近平在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方面的支持 来回应这些担忧 文章列举了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期间 支持私营企业的多项措施 并指出在2012年至2023年期间 中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加了4倍多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中共四天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报中 能否清晰说明如何诊断和制定政策来应对经济问题 习近平在会议开幕当天的工作报告中 阐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草案决议 尽管中国经济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仍然低迷 特别是由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疲软的国内需求 李强总理在上个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试图缓解国际社会的担忧 但其讲话却引发了误解 李强将中国经济比作从重病中恢复的病人 强调不能使用强药 这一比喻在国际专家中引发了对中国经济严重问题的担忧 观察中国政治多年的消息人士指出 习近平更倾向于使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哲学 这可能导致李强在国际舞台上的措辞失误 习近平政府并以全球通用的术语解释 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政策措施 以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人工智能挨大语言模型的市场热潮 和技术限制的推动 中国的智能计算能力在过去一年中迅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智能计算能力限占全国总计算能力的30% 将比去年6月的比例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 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5% 智能计算专注于处理复杂算法和大规模非结构化数据 使用高性能图形处理器 GPU就有助于公司更快更低成本的训练大型模型 由于华盛顿的限制措施 限制了中国获得高性能新庆的途径 中国正在统一起计算资源以加速技术发展 到5月底 中国已拥有超过10个高性能集群的智能计算中心 北京也在努力实现技术资历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的传控国室 已经达到了极限 寻求性研究院的估计 每增加1%的计算能力 将为国家经济增长贡献约0 2%并为数字经济增长贡献0.4% 此外 由成都新建的智能计算中心预计将提高效率80% 并为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节省成本 中国还推出了首个计算互联平台 旨在全国范围内识别、注册和测试计算资源 胃癌公司提供全国的计算能力访问 国家层面计划建设8个计算枢纽 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预计每年带动 约4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最近亚洲报道 日本汽车制造商正通过最新的混合动力电动车型HCV 努力保持在印尼市场的地位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动车品牌 也在瞄准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市场 东田汽车在该Candle印尼国际车展前 展示了其最新的土瑞斯混合动力车型 包括普通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这些车型将从日本进口 普通混合动力车型售价约为6980万印尼顿 东田印尼分部负责人尚田玉芝表示 混合动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已被证明有效 客户在交通繁忙的手动雅加达 享受到了燃油使用减少的好处 头日日产汽车也宣布将在印尼市场 推出最新的混合动力一 Power Serena车型 日产东盟和泰国总裁藤木俊博表示 这一发布展示了日产提供先进技术的承诺 尽管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印尼市场 占有超过90%的份额 但中国汽车制造商正试图通过电动车打入市场 今年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五家中国制造商 首次亮相印尼车展展示了最新的电动车型 比亚迪在展会上展示了阿朝三和稻粉车型 并推出了专为印尼市场设计的M6电动多用图车 比亚迪印尼总裁赵英表示 多用图车适合印尼人的生活方式 尽管印尼政府推动从燃油车向电动车转变 但电动车仍面临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根据新加坡研究公司Moyo Insight的调查 高价格和充电站稀少是阻碍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主要原因 混合动力车在当地真然具有吸引力 2023年印尼混合动力车销售增长了5.2倍 而电动车销售增长了近70% 尽管车展上积极推广清洁汽车 但汽车行业预计今年将面临挑战 台天斗设定了2024年销售110万辆的目标 但分析师警告高利率对汽车贷款的影响 预计今年全年汽车销售将降至约90万辆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5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apbook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ociety in rhythms big Beat and I'm ready to see Food and Food and Ball in Food Up Food and Ball in For City in Foo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